圣经说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要顺从圣灵必要先认识他 但是很多人都想认识圣灵 但却不知道要如何认识 其实圣灵是要通过心灵确认来认识 若我们没有确认的话 我们不会知道我们的感受 是圣灵的感动还是自己的感觉 其实借着我们心灵的变化 我们便能够认识圣灵的 但是天爱的圣灵常叫我们无法摸到圣灵 偶尔得到圣灵感动 偶尔又没有 所以常在人生的现场里被天爱的圣灵打 其实已经重生的人 必要经历一次有心有意的确认 神的灵在我的灵正在做什么 我们的心灵是连接于灵界的 所以透过我们的心灵 我们能看到灵界的光景 得到圣灵感动 但是我们不能随便的确认 乃是要按着基督的话语来确认 今天让我们一起确认圣灵的七两套名 第一 圣灵的印记 以福所书一章说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 信了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只等到神的子民被赎 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 印记就是人重生的事 我们有没有确认过 我们听到福音之前的心灵 和我们听到福音 接受福音后的心灵 有什么不同呢 还没重生之前 我们要怎样生活 就怎样生活 不过 从生后 我们发现 再也不能靠自己生活了 坦白讲 真正的神的儿女 是无法痛快地 自己生活 莫碍世界的 以及有这样心灵的人 是不需要怕 因为一次得救 会永远得救的 第二 圣灵的感动 基撒罗一家前书五章说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对信徒来说 很重要的事 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有时我们会得到感动 智慧 恩典 但有时我们也会受到 圣灵的责备 圣灵的感动 并不是从我们 从小到大所学习的而来的 也不是从我们的良知来的 圣灵感动我们时 我们会知道 上帝的夫妇观 人生观 金钱观 时间观等 而逐渐成为属灵人 例如 以前我们不会关心人 不过有一天 我们得着圣灵的感动时 自然会帮助人 这也不是我们小时候 从什么伦理道德学来的 乃是我们看见 神也对人有怜悯的心 才会这样做的 第三 圣灵的能力 尺徒行转 一章八节说 但圣灵将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那我们几时会得到 圣灵的能力呢 就是 当我们遇到一个情况 询问上帝的美意 得之后 顺服 那就是圣灵的能力 各位 有没有发现 当我们不顺服上帝美意时 我们会得到控告 其实 我们有时遇到麻烦的事 是从自己来的 因我们不顺服圣灵的感动 而当我们犯罪之后 听到上帝告诉我们 我已经将我的生命给你 你还有什么罪 是我不能洗尽的呢 我们听到这句话时 不要怀疑 就会得被洗尽的心 和圣灵的能力 若我们顺服上帝 我们的说话 判断的也都会有权柄 意思 圣灵的恩赐 以福所书四章说 他所赐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徒因的 有牧师和教师 我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其实 注意按照每一个人 不同的功用 角色 分给每一个人 个人的恩赐 一切的恩赐 都是从主来的 所以恩赐是不能夸耀 也不能隐藏的 这些恩赐 都是要叫主的教会 肢体 得到祝福的 我们当知道 恩赐是会加根的 虽然每个人的恩赐不同 但是 若都衷心的 让主使用 主必让有恩赐的 得更多恩赐 第五 圣灵的引导 圣灵的引导 并会带来 使徒行转二章的 所发生的事 有两种圣灵的引导 分别为 个人和团体的引导 所以 我们一离开了团体 根本没有办法看到 圣灵的引导 因此 我们从身后 要认定我们一生的方向 而恢复教会生活 如果这样做的话 我们个人 和我们的家庭 才会受到圣灵的引导 有些人是没有过 教会生活的 他们一生 都是在做自己的事 事奉事业 经历自己的家庭而已 我们要知道 没有团体 没有引导 如果没有基督团体的 整体经历 一个人所领会的圣灵感动 绝对是有限的 第六 圣灵的果子 加拉太书五章 这里说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其乐 和平仁爱 恩慈良善 尽时温柔节制 这样的事 没有律法禁止 我们若是靠 圣灵的身 就当靠 圣灵行事 已经认识 圣灵前列 五样后面的人 必会逐渐 生出圣灵的内带 公子 可能过去 我们是非常学气的人 但现在却是等得冷静的 也许以前没有玩世界 我们就受不了了 但现在我们会节制 心里只想祝福人 有这样内在果子的人 慢慢也会有外在的果子的 如我们越来越可以影响人 也得到福音的能力 最后 圣灵的联络发展 保罗在圣经说 最大的恩赐就是爱 而爱能将人连接在一起 所以 主的工作是叫人连接 不是叫人分裂的 圣灵的作为 也会叫人在主里相爱 而将福音传到地极 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所说 圣灵的七个奥密后 当我们信号顺服时 也会看见圣灵继续引导 恩高成就 所以 我们今天认知圣灵的奥密后 更是不可叫圣灵担忧 哪要顺着圣灵而行 看望我们都越来越明白 圣灵的奥密 其爱看见圣灵 亲近圣灵 依靠圣灵 也凡事上看见圣灵的帮助